要看烏克蘭本身 想要和平談判的誠意到什麼程度 因為哲戀斯基的不穩定性 還有因為他們這些人就講話 一下子罵一下子求你 你看他們之前外長罵中國也罵得很兇 哲戀斯基給中國也沒什麼好話 然後等到大陸都不理他的時候又來求 那這樣的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領導團隊我們基本上會稱之為不專業的團隊 他們不是專業的這些政治人 他們就演戲的演繹的 演戲的人把這個目前這麼人 幾千萬人的生命當成一個演戲的劇本 角色我坦白說想一想 我們的這套選舉制度真的是很可怕 也很可悲 你選出一個演戲的人來 他把你當成劇本裡面的一個角色 就隨便就可以死掉的一個角色 這個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可是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們現在台灣也選了一個 沒有真正有豐富臨床經驗 看病看很久的 的那個人來擔任領導人 像柯文哲覺得瞧不起他嗎 因為柯文哲認為他根本到底會不會治病都還不曉得 然後每次假裝在高鐵或在火車上治病 大家都知道沒有真正臨床經驗的人是不敢隨便給人家下藥 不是下藥 給人家開藥班 或是給人家診斷的 因為診斷是要有豐富臨床經驗的 我們一般來講都知道 我在醫學院教書 所以我多講兩句話 我在醫學院教書的時候我都知道 我們從醫學系開始讀書大一讀到大五 然後大六大七就是實習生 實習兩年 兩年完了以後就當住院大夫 住院大夫到五年才當總醫師 總醫師了以後 還要經過考試 經過專門培養 才能夠擔任主治大夫 就是門診大夫 你想想看這個這麼長的時間 門診大夫剛剛去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說自己就很能夠開藥了 因為還要有主任 他有時候要來幫你看一下 就說這個是 那你想想看 要一直要到處理過很多很多的時候 他累積下來的經驗 使他成為一個非常有把握 至少六成七成判斷 不會出錯的 這樣的一個合格的醫生 然後要開出來的時候比較穩當 這個都是十幾年的功夫 經驗的累積 哪有說那個朱元大夫當了沒多久 就可以去給人家當門診 那門診大夫都還不厲害的時候 就可以在急救火車上給人家 高鐵上給人家奇怪的急救 這個不行的啦 不能亂搞啦 這是我不是故意要發出這個聲音 我只是說不能亂搞的 演戲可以啦 問題就在於 我們的這套選舉制度 就是專門在選出戲子 演戲人員 要演技好 演技好 才能夠騙到選票 對 那折倫斯基也就是經過演戲嘛 可是等到他執政了以後他還在演戲 他還在演戲 我們看到的烏克蘭就是今天的悲慘命運 流離失所 原死亡 然後這個國家快被出賣了 那美國把他拋棄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美國一旦把他拋棄了 我相信台獨的人 內心裡面就害怕了 他就會感謝他在日本有財產 美國有財產 他搞不好就買了幾張年票 而且那個年票是隨時可以搭上飛機的 特別貴的年票放在身上 隨時可以走 航空公司應該要賣這種年票 就是說我特別貴 戰爭票 一旦有什麼戰爭風險 立刻可以兌現的 但是你要先買喔 天價 永遠有位置 絕對有 那我相信很多台獨的 有市場 台獨一定是滿滿的 前後口袋都是一樣 好 這題外話 如果說今天烏克蘭有誠意 要和談 因為他害怕再過幾個月如果選輸了 和談 那我們就問那和談的條件是什麼 哲連斯基之前的條件是 俄軍無條件全部撤出 這不切實際嗎 回復到戰爭前的狀態 這不切實際嗎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事 因為現在是俄國 2014年以後他就完全掌控了 可能滅半島 這是2014年 10年了 然後盧甘斯克跟頓列斯克 也是2014年之後 他就掌控 但是是間接的透過代理人 控制了這兩個州的三分之 有的是二分之一 有的是三分之一 那其他的地方是交戰處 所以這兩個州並沒有完整的取得 但是俄國已經控制了 三分之一跟二分之一的這個土地 好 那克里米亞是完全控制 可是克里米亞的前面就是赫爾松 赫爾松是掌控了 克里米亞半島的生命線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天然氣管跟水 是要經過赫爾松進入克里米亞的 不然克里米亞沒辦法發展農業 跟觀光旅遊 好 那一旦發生在兩年多發生戰爭的時候 俄國很快的就掌控了赫爾松 跟這個 喬布羅勒 喬布羅勒是沿道離海的這個地方 全部都被他控制了 然後在頓列斯克跟盧甘斯克 又往外推了 往內推了 所以他的土地比以前更大了 總共是台灣的四倍大了 就是俄國已經有效的掌控這塊 台灣四倍大的土地 12萬多平方公里的 而且掌控了兩年多 而且也經過法律程序 變成俄國的州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昨天司機認還是不認 目前的態度是不認 對不對 那不認的話 那對俄國來說的話那就免談 我估計赫爾松他不會放 因為他一放的話 克里米亞半島就不保 所以赫爾松他不會放 然後頓列斯克跟盧甘斯克 俄國也不會放 他一定是掌控的 所以對俄國的條件一定是 就我現在有的地 我不再去恢復他傳統的國家的疆界 因為他們原本就是獨立的國 他是一個共和國 加盟進去烏克蘭 成為烏克蘭聯邦 他是這樣來的 所以烏克蘭不是像法國這樣 法蘭西國 他是一個烏克蘭聯邦共和國 所以他是聯邦 那因此是旁邊有很多的邦 就是很多國加進來的 像以前是克里米亞共和國 札博羅 頓列斯克共和國 他們是加進來的 所以他們是高度自治的 是一國兩制的 那你想想看 這種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 原本就是屬於國中國的 那你現在的情況他是整個脫離 問題是在於你哲連斯基不認的話 那怎麼談判 所以我個人認為前面的條件沒談好 的時候王毅不可能去烏克蘭 所以王毅去要一定有一個談判的 大致的架構 就是烏克蘭願意做某些程度的讓步 才有可能真的到基輔去訪問 他才有辦法去穿梭俄羅斯的 拉夫羅夫的外長 然後去溝通大家換意見 不然的話不可能 可是時間並沒有站在烏克蘭這邊 如果11月川普當選的話 他是48小時之內要處理完這些制的 一定可以處理完 因為只要美國一搜手 我想請問你北約哪個國家願意在當冤大頭去買單 所以現在說F16已經去了 那現在我們看 最後一批了嗎 也不算最後一批 我們現在要看的是俄羅斯是紫老虎 還是俄羅斯是強而有力的國家 因為俄羅斯當初有說 這是普丁說的 所以現在在考驗普丁是個紫老虎 還是普丁是一個真的是戰鬥民族 指北極雄 對有可能他是紫北極雄 也有可能他真的是就是戰鬥民族 為什麼 因為當時普丁他有說 你北約哪一些國家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而烏克蘭拿那些武器攻擊到我的本土 殺了我的人 我就會對你那個國家做同樣的事情 那現在的情況是荷蘭不信邪嘛 所以荷蘭六架已經第一批已經送過去了嘛 送過去以後 那烏克蘭的飛行員事實上是在境外在德國訓練的嘛 他的F16戰機的飛行員有一部分在德國一部分是在英國受訓的 那因為德國用的戰機就是F16 所以這些烏克蘭的飛行員他們是會駕駛F16的 所以當他們被送回去了以後 他們開始駕駛荷蘭所送給他的這個F16戰機的時候 他拿來如果打到這個俄國的本土 殺了俄國人的時候 大家就要看你普丁是紫老虎還是真老虎 你如果普丁是紫老虎 你就摸摸鼻子 你如果普丁當初你說你一定會報復 而且會選擇這個北約的小國 武器的原產地 原產國 原產國 而且是小國 紫色的就是荷蘭嘛 當初有人說是立陶宛 我說不對 有人說是波蘭 我說不對 因為荷蘭才是 因為荷蘭供應武器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那就要考驗普丁是一個指揮教的北極熊 還是真的用爪子會把人家抓傷的北極熊 那如果他今天烏克蘭拿F-16戰機去打了俄羅斯 而俄羅斯如果就發射了一枚導彈 例如說靠死巡弋導彈 就打到了荷蘭的外海 或是荷蘭的港口 假設是這樣 阿姆斯特丹 對 假設 或者是假設 那打到了以後 那這個時候就考驗了北約了 因為荷蘭被攻擊嘛 按照北約的第五條的防禦的條例 他要啟動這個共同防禦體制 那是不是北約跟俄羅斯的直列交戰 所以我如果是責任司機 我現在拿到這六架戰機 我一定就直接進入俄羅斯的領土內打了 我是責任司機後 因為我想方設法的就是希望把北約拖下水嘛 美國捲進來 這樣我才有救 所以現在對於責任司機來講 救命的稻草就是趕快使用這個戰機 去轟炸 去攻擊 就是這個 但是問題就在於我擔心的一件事是 他們給飛機不給彈 就無法去攻擊 沒有空對地的彈 大家當然也很怕責任司機這麼做啊 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不給他彈 另外一種就是他可能小命很危險 秀琳 我送你一把弓箭 我送你一把弓 但是不給你箭 就是一時到而已 對 我有弓給你啊 我送一把弓給你 我不給你箭 讓你無法發射 你這樣沒事在那邊拉 然後你烏克蘭的EPS的戰機 沒事就飛出去 然後旁邊沒掛單 然後烏克蘭 然後俄羅斯的戰機看 沒掛單 我去追你啊 拼命打你 那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重點還是在於 掛什麼彈給他 是AIM 就是台灣的這種空對空 只給飛機沒有用 對 一定 只給飛機只是載具 他最主要是那個彈 因為飛機是負責把那個彈送到那個地方 他投下去 所以如果沒有動 而且如果沒有空對地的彈 效果也不大 因為他就 如果我今天只給你空對空 那意義也不大 像美國賣給台灣的飛機 幾乎就是空對空嘛 都是AMM 所以你一聽AMM 就是AMM 就只能打對方的飛機這樣而已 就是空對空 他沒有辦法去做 做地面攻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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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